首先的话标题 那这地方的话也是要段落 他这个段落要做哪些呢 第一个 段落右缩10公分 右缩10公分 那理论上 应该打CM是不行的 我之前在 这个别的地方 上课用CM好像 会有问题 那在我们这边刚有同学 做了一下 发现好像 我把案确定试试看 他不行 无效的 所以刚有同学 他打了CM是可以的 那表示应该 你开的版本开错了 开到2007 2007才可以 2010不行 2010的话 一定要是什么呢 这边一定要改为公分 不过我是觉得这样好像 比较不合理的 因为 反而新的版本为什么就变成中文的 应该中英文都可以才对 你一定要打公分 这样子呢 你按确定呢 他才可以接受 OK 所以顺便说 先说一下 这地方 第1个是右缩排10公分 那先做了 第2个话 填满 那填满的部分的话 我们要从哪边填满 一样 从这个地方 刚才有个 框线及网底的地方 框线及网底 点一下之后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叫 他要我们填满 所以呢 在网底 框线及网底 这个网底 有个填满 就是从这个地方 我想这个地方 不要不好找 从这里 找到网底里面 会有个叫填满的 那填满的部分呢 他要填满 什么样的颜色呢 填满的是 点下去之后的话 有个青色 所以青色 应该是 这个青色 辅射5 后面有个什么呢 较浅 百分之六十 那你会发现较浅 他会有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六十 所以 他就是要我们选 这一个 青色找到这往下找 八十六十 是这一个 OK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找到这一个功能之后的话 OK按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发现呢 他就套用在 这五个标题 的上面了 那再来的话呢 橙色标题与 接续的 黑色内纹 不可分页 这这张文字 这个 橙色标题 那已经被我们改成那个青色了 接续的黑色内纹不可以分页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什么叫不可以分页 就是 他 这个标题跟下面是一组的 这个跟他是一组的 这个跟他是一组的 那这个标题呢 你会发现 他跟他分加了 有没有 他分在两页 那这样有点怪怪的 你的标题在上一页 可是你内文在下一页 那一般读者会觉得怪怪 那如果你今天呢 希望 标题 跟里面内文 要放在同一页的话 那怎么做 这边有个功能 一样在段落里面呢 其实有藏一个机关 这个东西我想你们应该比较少用 你可以从分页与分 分行与分页设定里面找到 一个 功能 叫什么呢 其实他应该可以猜的 出来 就是什么 与下段 有没有 同页 因为呢 这一个跟这个 下一段是指 下一个段落 是同一页 对不对 如果你把它打勾的话 那他就会 一定会把 这个标题跟 下一个内文 一定强迫 他放在同一页里面 应该了解意思吧 所以以后如果 你们在做编辑工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 强迫标题跟内容放一起的话 可以 把这个打勾 有没有 按下确定 那你会发现 他跟他一定会放在一起的 有没有 他会强迫 他换到下一页去 就完成了 这个题目里面的 第四个动作 第 这个第四题就完成了 再来的话 调整 这个 再来就 调整 叶框 花边的宽度 然后呢 15点 然后 去 这个 叶圆 15公分 花边的部分 刚刚那个 第三题部分 他有讲到 就是说 这个地方 红色的圈圈 这个部分 要改成 段落符号 段落符号 可是他预设不是一个段落符号 是一个字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转换成一个段落符号的话 特别注意 一定 这边有一个叫 显示隐藏 请各位在 这个跟这个中间 请你按下一个 这个箭头要出现的话 是按一个 Tab 键 也就是在 圈圈跟